保育員穿著潛水衣 在魚池玻璃外東看西看 確認魚的位置後才鋪通 跳入水中 那這邊烘魚的刺他蠻長的 對 然後蠻力的 所以其實是 大概是沒有辦法有效的去防 防止他去傷害到我們的皮膚 每週平均下水兩次 就算寒流來襲也不能偷懶 除了確保玻璃乾淨好觀賞 還要小心被一旁烘魚尾刺 刺到中毒 在動物園工作 看似愛動物的夢幻職業 但各種幹苦只有他們知道 尤其根據動物習性不同 保育員們也得練就十八般武藝 手裡拿著飼料 醫療訓練課程 引導大象們就定位 方建華照顧非洲象五年 但在象群階級中根本是菜鳥 還有剛好有旁邊 有資深的管理員在旁邊幫我處理 所以我稍微威嚇了他一下 這隻夾給我 鏡頭轉到大貓熊區 保育員橫躺在地上採母乳 三小時餵一次奶 兩小時後又要刺激排便 同樣動作不斷重複 幾乎沒有休息時間 光是能不能夠順利 把小寶寶從媽媽身邊拿開 這個就讓人家背脊發涼 不只得膽大心細 每天還得耗費大量體力 動物保育員養成不容易 要熬到五年以上不簡單 不少人都直言 牢獄工作背後的辛苦 只有自己知道 幾乎都視頻著一份 對動物的真誠 讓牠們一直做到現在 八大新聞 綜合報導 明神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